不要 不要 我誰 不要 好傷喔 我的腰是腳 不是腸鼠吧 歡迎收看 大家最愛的獅蛋蛋 對 你開始學會敷衍是不是 累了 累了 第三場 第三場累了是不是 我們等一下不是要就喝酒 想要回家就是 等一下不是要就喝酒 你要喝酒 你到底在約我嗎 你今天約我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位來賓 很特別 很特別 算是要考驗我們的主持功力 真的 因為以往我們問全蛋就是 都是找比較熟悉的人 對 然後或是很熟 可以這樣開玩笑啊 開放笑啊 可以亂講嗎 剛剛當中不太你知道嗎 對剛剛當中不太好 我剛剛有特別看這個 而且我跟你講他身材超好 重量級來賓 大麻鍋雪子 這是什麼樣子 還有大麻新一代女神 跟翻版林玲珍 欸很多稱號耶 很多稱號 而且都短髮系 我也短髮系 那你怎麼沒有 林玲珍跟女神 我是文化陳一涵 歡迎我們的 Miko 歡迎 欸腿超長的啦 怎麼辦我這個 我敢戴在旁邊 第一次就是泡澡 真的假的會不會太冷 水溫可以嗎 可以那我幫你倒一點泡泡 我好對不對 來 給你倒一點泡泡 欸真的很像龍蝦 真的耶 Miko來中間接 Miko你腿會不會太長 就是 他可能塞不下 我ok 我前面 我們就輕鬆聊天 台灣女生都好酥 沒有 台灣女生哪有很瘦 台灣女生哪有啊 我沒有很瘦 對啊 為什麼要尷尬 沒有我先來介紹一下 我是那個林彈 就是我平常有在做YT Youtuber 然後台灣的啦啦隊 然後他以前是那個 日本的那個AKB48 以前是偶像 你知道嗎就是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Idle 然後AKA就是 陳怡涵 對對對 我剛剛有在親嗎 我想說AKA AKB AKB的 對 我好酷的你都AKA 然後因為不紅 所以來到那個樂天 那我先大概念一下 你的維基百科 貴名Miko 移成大馬國學 大馬新一代女神的 翻版林明珍 1992年嗎 1992年嗎 所以我們就說他都很改 我本來變老了 章魚座 水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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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對耶 我有一個對阿 水瓶座 水瓶座 所以他擋的是比較壞星人 你是比較外星人的 比較跳碰 對啦 水瓶座都蠻奇怪的 真的嗎 你有什麼奇怪的點 就是可能我說話的時候 就是一般人我 就有點GET不到我在說什麼 但我現在蠻GET的到 可能你也是外星人 我也是 身高168公分 我想要看你們兩個站起來 好 我誰 對 對 好嚇唬 我的腰是這樣的 三回是34C 然後2433 寫真是2018年就開始了 對 我那時候是出第一本寫真 然後這一次的是第二版的 興趣是吃美食 發掘更多隱藏版的好料 喜歡開箱 喜歡做白老鼠 實測 各種有的料理 也太詳細了吧 對啊 白老鼠 那你的美食的名單有什麼嗎 我們今天想去馬來西亞玩的 推薦是什麼 真的喔 那我就要介紹的就是 厚 厚 厚 我相信 可能台灣有很多 會知道說 榴槤馬來西亞很好吃 但是你們不知道一個隱藏版的吃法 在哪裡 沒有這個是我講的就是 白飯 然後再加冷凍的榴槤 馬來西亞有很多人是喜歡吃這個吃法 它就有點像是 呃 泰國的 芒果 喔 對啊 但是很奇怪 白米飯 好貴喔 是喔 是甜的嗎 不甜 因為榴槤有一些口味是比較帶乾的 對 我覺得你們可以嘗試 欸我超愛吃榴槤欸 所以說為什麼就是白老鼠開箱 你就是那個白老鼠 那你眼睛有沒有看白老鼠的樣子嗎 為什麼 哈哈哈哈 是腸鼠吧 他接得到你欸 小燕 你接得到我欸 你什麼行動 我射手座啊 他這麼快 他跳跳這麼快 他怎麼會跳動欸 馬來西亞還有什麼好吃好玩的 還有很多吃的就是 肉骨茶 肉骨茶這個 肉骨茶超讚的 而且有湯的 然後還有就是乾的 那你喜歡濕海乾嗎 我喜歡濕 欸他喜歡濕海乾 欸他喜歡濕海乾 對我喜歡濕海乾 你確定你是要喝這個嗎 對啊濕海乾 那你敢濕海乾 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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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好開心 欸那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好玩 吉隆坡 我們吃過了 吉隆坡很多東西好玩 但是馬來西亞的可能會去馬六甲吃 對 然後還有冰層啊 還有新層啊 還有新層啊 對 不然我們下次去找他 擁有亮麗外型的他 把長髮剪去之後被封為翻版明明的 所以你原本是長髮 之前是比較長髮 那時候才八十九的時候 年輕很多 那為什麼會想要剪短 就是因為到時候我是做模特 你知道模特每天都要set頭髮 然後我就不知道怎樣去護髮 他就直接是分擦 分擦 我等於每天都要卷嘛 就乾脆剪短他了 但你短髮好適合喔 對啊 短髮後我完全不想要留回長髮 洗頭比較快 不是 洗頭還好 你知道吹頭髮超累 對 吹頭髮累 在2018年推出自己的寫真之後 人氣變飆高 當時IG就已經有86萬追究了 86萬 然後2019年的時候 他開始當起Youtuber 那你的Youtuber都在介紹什麼 Youtuber吃啊 吃喝玩樂 吃喝玩樂 但是我是一個不称職的Youtuber 怎麼說 就是想到可能有去旅行的時候 我才會拍 喔 不是那種週的 不是定時 因為多數Youtuber可能一週一定會上一隻 還是兩隻片 對 所以我就是不專業了 那你這次來台灣有拍嗎 有 也是吃的 吃什麼 吃那時候的夜市啊 台灣夜市其實蠻好玩的 蠻好逛的 你有什麼射氣球嗎 有什麼套圈圈 有啊 就男生一定要去挑戰一下 打算 對 但是沒有挑戰成功 啊 QQ啊 有人問說 請問當初為什麼是想要往寫真這個方面發展 其實當初的話就是有人在邀約 但我有拒絕 因為在馬來西亞就出寫真這個風氣不強 而且沒有這個文化 現在咧 現在也還好 所以為什麼我會選擇說去香港然後台灣來發 因為在馬來西亞的話 書記還是不能賣寫真 蛤 不是喔 對 所以就幫我可以在網路那裡下單 那拍寫真 你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或是遇到一些什麼色染之類的 遇到困難可能就是冷吧 因為那時候台灣韓流 超冷 喔你在台灣拍的 對我在台灣那時候有在劇集 他寫真偷看一下 我偷看一下 而且我發現他是有文字的耶 對 有點像是文字寫真 三文字 因為他這都是比較紀錄我從一個女 那你除了嘗試寫真之外 你還有想要什麼是別的嗎 演戲啊 有很多 我剛剛看到他都有上戲劇課 對我有上戲劇課 就是我在表演那方面可能演戲啊 就比較上網一點 所以我就有去上表演課 欸有網友會說你的理想型 就是你的另外一半摺耳條件是什麼 幽默 如果會 對對對 欸你等一下遇到的那個藝人會 會很幽默 所以會說榮像話嗎 會說人家話 因為我覺得 會說榮像話的男生很加分 呃 翊霖哥啊 對 然後你知道他們會問我說 欸你在台灣有 等一下 怎麼突然想過去 變成這樣 有點奇怪 所以你剛剛很順耶 對 也想握通知你 你不要這樣 都不要講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剛剛有人問說 就是你的IG要總值經驗 才可以像你這麼人氣 怎麼都 IG 我覺得IG最近開MU的話 會震盟的超多 哇哦 那你想 對 因為他會替你去到別的 平常不是关注你的 我們會推薦 我就跟他講啊 因為他就拍 用的你就拍 你第一次是什麼時候 就是亂的 在那種標還要下啦 第一次又挺可怕 第一次 三次 不要 妳要上課了啦